真是气死我了,练了这么久的雇佣者还是唱得这么难听,你们是猪吗,叫这么久还是教不会,隔壁光之果的奥特曼们一个个都唱得跟原唱一样,还说我教得难听,今天我专门请了一个奥特曼来教你们唱,要是还学不会,就把你们赶出我的黑暗军团,泰塔斯开始吧。 喂老黑,你真有眼光,我可是奥特曼里唱歌最好听的,奥特老王都说,别人唱歌要钱,我唱歌要命。 今天就给你们好好展示一下。 这个视频设置了粘好运特效,据说在评论区发送大拇指和一朵花,你就能合成专属。 牛皮好运特效,能合成狗头膜拜特效的人,三天内必将好运连连,长按视频上这个按钮三秒也能触发好运,超级赞,祝你好运。 怎么样,我唱的比赛裸好听吧,小伙伴们肯定给我打一百分。 还真的是唱着要命啊,快把我给难听死了,雷德王你来唱一遍。 爱你孤身走暗香,爱你不归的模样,爱你对着过绝望,不肯哭也唱。 爱你破烂的夜少,却看渡缅月的墙,爱你和我那么小,那却孤独一样。 唱的啥不玩意,下一位。 爱你孤身走暗香,爱你不归的模样,爱你对着过绝望。 不肯哭也唱,爱你破烂的夜少,却看渡缅月的墙。 爱你和我那么小,却可都一样,爱你来自于漫花。 一生不解谁的光,一将造你的城堡,在废墟之上。 唱的太难听了啊,下一位下一位。 爱你孤身走暗房,爱你洞坑的模样,爱你平常过绝望,大口吃一枪。 爱你一声黑响,却敢将开着影响,爱你汉堡那么香,海放十三香。 快听多了啊,下一位。 我们是一群小羊,小小羊耳朵商量。 我们住在草原上,妹妹是爱的大羊。 我们是一群小羊,温柔可爱又商量。 看见邻居会太浪,拿起刀就伤干嘛。 干啊,这捂咪的打刀双嘛。 双啊,谁让它像是羊。 我靠,你们是比赛谁唱的难听吗? 一个比一个难听,这可怎么办? 还指望你们能混进奥格曼里面去呢? 我看这黑暗军团还是原地解散吧。 哈哈哈哈哈哈。 小伙伴们,选一个唱的最难听的,你觉得是哪个? 爸爸,爸爸,你是我爸爸吗? 你这小怪兽怎么回事? 怎么乱叫爸爸呢? 怎么头上还长了个大鸭蛋? 我觉得你爸爸应该是一只鸭子吧。 哈哈哈哈哈哈。 我可不是你爸爸。 我儿子叫小赛罗,他是奥特曼。 那我爸爸在哪呢? 刚才我正和小伙伴一起玩水枪呢。 我去河边装水的时候,不小心掉到了河里,等我爬起来的时候,头上就长了一个蛋。 我看不见路了,只能到处乱走,刚好碰到了你。 你能帮帮我吗? 看来你是感染了外星怪物的病毒。 要解除这个病毒只有一个办法,外星怪物都害怕孤勇者。 你只要唱一首《孤勇者》就能解除封印了。 可是我不会唱《孤勇者》啊,怎么办呢? 我教你唱,我唱一遍,然后你再跟着唱一遍。 爱你故身好暗想,爱你故怪的模样,爱你堆积过去往不跟不一生。 爱你过蓝的衣裳,却看孤勇的奖,爱你和我那么像,却跑到迷恶去吧, 爱我,江南绿的一空将吧,山啊,你最卑微的梦, 直到黑夜中的孤勇与我。 这个视频设置了沾好运特效,据说在评论区发送大拇指和一朵花,你就能合成专属牛皮好运特效,能合成狗头膜拜特效的人,三天内必将好运连。 长按视频上这个按钮三秒也能触发好运,超级赞,祝你好运。 我要是唱得好听,记得给我打个分哦,学会了吗?现在到你唱了。 爱你孤生的阿强,爱你不贵的模样,爱你的热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破烂的余生,却看孤勇的家,爱你自我那么像,却走到无一样。 去吧,黑吧,最爱的西方,站吧,差啊,一直为着梦,站在黑夜中的屋檐一路红。 哇,我终于能看见了,原来你是塞罗奥特曼啊,我是你的粉丝啊,谢谢你啊,塞罗叔叔,我终于可以回家找我爸爸了。 不客气不客气,你们觉得小怪兽唱得好听啊。 师父不好了,刚才我们四个正在吃烧烤,突然一台巨大的电视从天而降砸了下来,然后我们每个人头上就长了一台电视机。 得可咋办呀,晚上我还约了陀雷基亚吃烧烤呢,他看到了还不得笑趴下,你快想想办法。 真是莫名其妙,我喜欢看电视,也不用让我头上长个电视机吧,这下好,是我看电视,还是电视看我。 就是啊,刚才有个小朋友一直追着我,让我放孤勇者给他看,我给他放了个光头墙,他气得追了我一路。 你们这还算好的,我吃完烧烤拉肚子,到现在也没找到厕所在哪儿,等一下可能会喷你们一脸,你们注意躲避哈。 肯定是贝利亚那家伙搞的鬼,他的黑暗军团最近研究了很多高科技,这肯定是他们新发明的电视怪,现在就隐藏在你们中间,你们每人唱一首新版的孤勇者,他就会现行了,泽塔你先来。 暗门の中,決して揺らがず,抗う君を愛してる。 満心創意,さためにハムイ,どこまで強く枯れるのか? 今、ギザ、闇と共に斬り裂け、激励的夢を、光の中、禁鳴くども。 这个视频设置了沾好运特效,据说在评论区发送大拇指和一朵花,你就能合成专属牛皮好运特效,能合成狗头膜拜特效的人,三天内必将好运连连。 长按视频上这个按钮三秒也能触发好运,超级赞,祝你好运,不错不错,唱得太好听了,不愧是我土地。 泽塔唱的能得几分呢?风马到你了,加油哦! 泽塔唱的能力 好听好听,看来最近是经常练习啊,进步很大哦,泽塔斯加油哦,让我看看你进步了没有。 泽塔唱的能力 好家伙,没想到你们两个都是怪兽,这次是组团来的嘛,看我奥特组传激光炮。 小伙伴们,你们猜对了吗? 今天是奥特之王的一万岁生日大会,现场来了4567位奥特曼,来给他助手。 场面极其壮观,奥特之王站在正中间,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这么多人空手来我家白吃白喝的,今天就要把我吃破茶了,看来我以后只能天天肯方便面了。 不如让他们来个唱歌比赛,不花钱还有排面。 我宣布,奥特歌唱大赛正式开始,谁唱得最好听,我就给他颁发一枚我家祖传的奥特勋章,可以增加998万战斗力。 唱得最难听的,就发他每天洗袜子。 隔离桥你先来。 不错不错,唱得真好听,你很有希望得到奥特勋章咯,再罗到你了,好好发挥啊。 爱你苦生草安生,爱你富贵的模样,爱你堆持过绝望,不甘苦一场,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赌命运的墙,爱你和我那么想,却够我一样。 青马,黑马,折腾绿的披风,长大,山大,一切卑微的梦,直到黑夜中的午夜,雲火,谁说站在旁边的爱,分手。 太棒了,你也很有希望得到奥特勋章,泽塔你要加油了。 好厉害啊 感觉跟你师父不相上下 你也很有机会得到奥特勋章 初代到你了 好好表现哦 不要有压力 唱的啥玩意啊 我都快听吐了 以后给大家洗袜子 这个重要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收到请回答 还有你们三个都唱得这么好听 我该把奥特勋章颁发给谁呢 好难选择啊 小伙伴们 你们觉得该给谁呢 气死我了 居然没有一个会唱孤勇者的 听好了 今天这节音乐课 我再教一遍 然后我挑几个同学出来唱 要是再不会唱 就罚你们每人去抓一百只怪兽 爱你哭声作响 爱你不贵的模样 爱你对着不绝望 不肯哭一场 爱你破冷的衣裳 却感度命的强 爱你和我那么像 月空都一样 去吗 黑吗 照看绿的女朋友 长吗 长大 我唱的孤勇者 你们会打几分呢 下面轮到小银河唱了 是谁发明了座椅 每天写都写不完 少为之前的难穿 爸妈就变脸 我写作业很恶心 一写作业到半天 总不都让我重现 吵得我很烦 不写 不写 我就是不想写 我写 我写 这凡人的作业 是谁说的 最快乐的是空年 小银河唱的作业版 孤勇者好听吗 你会打几分呢 小迪家到你了 要好好唱哦 不然就要去抓怪兽了 你孤身走口场 你挣扎的模样 你最值过绝望 不敢哭一场 你在楼楼口场 却敢跟数学一个 你和我那么像 满分式幻想 哎呀 哎呀 这复杂的公式难啊 难啊 一凌乱的数字 是你命令些 不会还要隐藏 谁说数学满分的才算英雄 唱得真不错 我一句也没听懂 小赛罗到你了 别让我失望哦 爱你数学考灵分 爱你英语考灵分 爱你对之过绝望 全部考灵分 你每个都对考灵分 每个都对考灵分 没有一个能几个都是大鸭蛋 老妈 我唱的孤勇者 是不是超级好听啊 晚饭能夹个鸡腿吗 气死我了 你这唱的啥玩意 晚上叫你老爸收拾你 老王不好了 我们四个今天一起床 发现自己头上长了一个蛋 这个咋办呢 我还要送小赛罗去上学呢 你快想想办法 就是啊 我啥都看不见了 等会怎么吃饭啊 可不得饿死我 好惨啊 我刚才尿急 因为看不见 我还掉厕所里去了 还好没人发现 你们可别告诉别人哦 我比你们还惨 我住在18楼 下楼梯的时候 摔了一脚 直接滚到了一楼 屁股都摔成两半了 看来是有一个怪兽 给你们传播了病毒 你们四个肯定有一个是怪兽变的 听说怪兽唱孤勇者很难听 你们每人唱一首孤勇者 我看看到底哪个是怪兽 赛罗你先来 爱你狐身扫暗想 爱你狐贵的模样 爱你堆持过绝望 不肯哭一场 爱你过蓝的衣裳 却赶不命运的墙 爱你和我那么想 像是和我一样去骂 黑花 这蓝绿的披风 刹那刹那 一切卑微的梦 是那黑夜中的五月云红 谁说站在黄狱的太三胸 唱得太好听了 不愧是光之国的头号帅哥 西卡丽到你了 好好唱哦 希望你不是怪兽变的 爱你狐身扫暗想 爱你狐贵的模样 爱你对持过绝望 不肯哭一场 爱你破烂的衣裳 却赶不命运的墙 爱你和我那么想 全头都一样 去骂 黑花 这蓝绿的披风 战巴 战巴 一切卑微的梦 是那黑夜中的五月云红 谁说站在光丽的太三胸 不错不错 真好听 下一位 唱得真好听 我都听入迷了 奈克塞斯到你了 爱你狐身就暗汉 爱你狐贵的模样 爱你对持过绝望 不肯哭一场 爱你破烂的衣裳 却赶不命运的墙 爱你和我遮我张 缺口多一样 去骂 去骂 这流流的皮肤 尽马 尽那 一罪卑微的梦 之那黑夜中的 愚言愚乐 在光丽的 彩虚人 我就知道你这小子有问题 这下线圆形了吧 黑暗扎鸡吃我一脚 哪里逃 看我奥特祖传激光炮 把你打成红烧扎鸡 还是没有骗过你们 等我回去练练雇佣者再来 赶紧回去跟老大汇报一下 计划失败了 打跑了怪兽奥特曼头上的蛋也消失了 小伙伴们 你们猜出来了吗 听说有一个奥特曼 变成了怪兽混了进来 我怀疑你们四个 有一个是奥特曼变的 快说 谁是奥特曼 老大 我跟了你这么多年了 我怎么可能是奥特曼呢 老大 奥特曼哪有长得我这么丑的 说出去丢死人了 我昨天还跟奥特曼大战三百回合呢 怎么可能是我 我是人见人恨的小达达呀 光之国的小朋友都怕我 听说奥特曼唱《孤勇者》很好听 谁是奥特曼了 你先来 确实够难听 下一位 告诉你们一个新出的表情包彩蛋 在评论区输入狗头加抱拳 就会解锁一个全新的狗头抱拳表情包 记住是在表情里最后一狗 快去试试 太难听了 下一位下一位 爱你孤独身就暗汉 爱你不归的模样 爱你对此割转 梦不合过一枪 爱你破烂的意乡 却针到命运的墙 爱你窝尖 我将缺口多一样 去吗 去吗 这流流的皮疙瘩 青马 阿尖啊 已最卑微的梦之辣 黑夜中的如阴雨露哼 随时正在港内的 彩虚人红 哈哈哈哈哈哈 厉害了 一个比一个难听 下一位 我快听出了 没有一个唱得好听的 到底谁是奥特曼变的呢 你们知道吗 新出的五个奥特曼搞笑故事 真是笑破肚皮啊 喜欢的 记得发个狗头支持一下 第一个 坑货二人组 你喜欢赛罗吗 嗨我是赛罗 嗨我是杰德 我们是坑人二人组 有小朋友给我留言说 坑人二人组 你们好 你们要是能让被老黑 哭着给小朋友道歉 我就给你十个红心 非常好安排 首先由我来许愿 我许愿贝利亚不会飞 此时的贝利亚正在某处星球 肆无忌惮地搞破坏 突然她感觉天灵盖 一阵地发凉 猛的一下就从高空坠落下来 摔了个满满的狗吃石 接下来要看我的 时光倒流 在赛罗时光倒流的作用下 被老黑又摔了一个狗吃石 时光倒流 被老黑他又摔了一个狗吃石 时光倒流 被老黑又摔了一个狗吃石 又摔了一个狗吃石 又摔了一个狗吃石 妈妈呀别再搞我了 我的屁股快摔成两半了 我道歉小朋友们 对不起对不起 我再也不当坏人了 再也不搞破坏了 第二个 谁的拳头厉害 我左三拳右三拳 我一拳送你向西天 我左三拳右三拳 我给你涂个大花脸 我左三拳右三拳 我一脚踢死你这个大笨蛋 第三个 谁的儿子厉害 我儿子厉害 因为他长得像我一样帅 不过还是没有我帅 我儿子才厉害 两只大脚像我一样气派 不过还是没有我气派 我儿子更厉害 因为他长得像我一样坏 不过他比我更坏 他的外号有谁知道 谁像你一样坏了 再敢说小兄我灭了你 第四个 杰德坑老爸 杰德 兄弟我昨天被你爸爸带来的手下给欺负了 好兄弟别说了你等我一下 叫你欺负我兄弟 叫你欺负我兄弟 好了塞罗 我把我爸爸灭了 啊 不是你爸爸打我的呀 是那几个怪兽 啊 你怎么不说清楚呀 哎呀 我的老爸爸呀 第五个 泽塔的搞笑技能 师傅 看我秘传宇宙拳法 人了 秘传 我看你是山寨 师傅 我还会空中转弯 我飞 啊 你别告诉我转错方向了 师傅 我闭上眼睛也能打怪兽 不 你把眼睛带得像牛眼睛那么大 你说你闭上了你骗鬼了 小朋友们 泽塔的表现你们也看到了 你会打几分 上集说到 贝利亚偷偷地潜入了奥特之王的家 偷袭了奥特之王 还霸占了奥特老王的家 晚上还睡在了他的床上 奥特之王只好前去寻找塞罗奥特曼的帮助 这边塞罗和格力乔吃过了晚饭 正躺在岩石沙发上看夕阳 别人吃饱了都是去散步 你俩吃饱了就躺着长肉啊 这小日子过得美美的啊 这时奥特老王一个狗吃屎冲了下来 差点摔个大跟头 你俩可别睡了 夹起来都几千斤了 还可这躺着呢 我的家都被贝利亚那小子偷了 快跟我去走贝利亚 把家偷回来塞罗心里那是一百个不愿意 我们小俩口晒着夕阳正美着呢 你这老头来坏我好事 可是没办法啊 谁叫奥特老王是他的领导呢 再说也好久没收拾贝利亚那家伙了 正好去练练手 三人飞了七七四十八天 终于来到了奥特老王的空中老家 塞罗一个箭步冲了上去 直接跟贝利亚的怪兽军团干了起来 没想到一拳打空 差点摔个大跟头 眼看怪兽太多 这样打不知道打到何年何月 塞罗直接从口袋里掏出了昨天花五块钱买的等离子激光炮 给怪兽来了个大风筝 终于把怪兽清理干净了 现在轮到贝利亚站在床头 看见塞罗把自己的怪兽军团都消灭干净 已经吓得说不出话了 塞罗直接一个回手掏 一个激光剑直接把贝利亚给秒了 话说贝老黑今天是没吃早饭吗 怎么这么不惊奏 奥特老王的家里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老王又可以安静地睡觉了 塞罗和格力乔也可以回家继续看夕阳了 小伙伴们下集再见 可恶的贝利亚竟然偷袭奥特之王 就在刚刚奥特老王吃完晚饭 正在闭目养神 旁边还有两个保镖守卫着他 这时邪恶的贝利亚从后面悄悄飞了进来 他小心翼翼地贴着抢走 生怕被奥特老王的保镖发现了 贝利亚慢慢地靠近奥特老王的身后 奥特老王还是没发现他 贝利亚一招奥特激光剑 直接把奥特老王和他的保镖干翻在地 奥特之王由于晚饭吃得太饱了 根本爬不起来 在地上痛得嗷嗷直叫 可恶的贝利亚还一直追打着奥特老王 奥特之王双腿发软 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不得已只能先飞走去找塞罗奥特曼帮忙 贝利亚你给我等着 我是不会轻易放过你的 这边贝利亚赶走了奥特之王之后 直接霸占了奥特老王的家 还把自己的怪兽军团也带来保护自己 完全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 看来这家伙根本没把奥特曼放在眼里 晚上还直接在奥特老王的床上睡觉 还把自己的宠物猪也带来养在床边上 你这是睡觉养猪两不悟啊 看着睡觉的姿势 你是很久都没有睡过床了吧 难道就让贝利亚这么嚣张吗 想知道后续如何 明天记得准时收看下一集 谈点这四位不同选手唱雇佣者 太好听了 这四位都是王者 我要给他们打一百分 你最喜欢哪一位呢 喜欢他们的已经收藏起来了 第一位奥特曼哥哥 爱你父神草安详 爱你富贵的模样 爱你对之国之王 不堪苦一场 爱你破烂的衣裳 却敢赴命运的墙 爱你和我那么像 却和我一样 去吧 黑发 这男女的皮膚 尘大 尘大 一切卑微的梦 尘大 黑夜中的午夜 谁想站在 光与的 太三生 第二位 忍者神龟 爱你父神草安详 爱你不贵的模样 爱你对之国之王 不肯负一场 爱你破烂的衣裳 却敢赴命运的墙 爱你和我那么像 却和我一样 去吧 黑发 这男女的皮膚 战断 战断 一切卑微的梦 却到黑夜中 无天运红 谁想站在 光与的 才算一休 第三位 超人 爱你浮身走暗香 爱你不贵的模样 爱你对之国绝望 不肯负一场 爱你破烂的衣裳 却敢赴命运的墙 爱你和我那么像 却和我一样 去吧 黑发 这男女的皮膚 战断 战断 你最卑微的梦 这那黑夜中 让我无言 一路好 谁说站在 光与的 才算英雄 第四位 钢铁侠 我孤独呀 我孤独呀 爱你不生走暗香 爱你不贵的模样 爱你对之国绝望 不肯负一场 爱你拖蓝的衣裳 却敢赴命运的墙 爱你拖蓝的衣裳 却敢赴命运的墙 爱你和我那么像 却口罗一样 看梦要你正你正来 我怕要跨越 闯上一周百平世界 你和我那么像 四个动漫小可爱比赛 唱《孤雍者》 派大星和愤怒的小鸟也来了 你会支持谁呢 首先出场的是派大星 觉得他唱得好听的 就给他来个现花表情 唱得难听就给他送狗头 爱你不生早安详 爱你不贵的模样 爱你对之国绝望 不肯负一场 爱你拖蓝的衣裳 却敢赴命运的墙 爱你和我那么像 却口罗一样 去吧 去吧 这蓝绝的披风 干吧 干吧 一只卑微的风 是那黑夜中的屋檐 与怒吼 谁说站在光丽的 才算英雄 小鸟到你了 满分一百分 你们会给小鸟打几分 爱你孤身就暗汉 爱你不归的模样 爱你对此个全 不肯贵的一场 爱你拖蓝的衣裳 却敢赴命运的墙 爱你和我这没将 缺口罗一样 去吧 去吧 这流浪的屁股 千马 千娜 一最卑微的望 之拉 黑夜中的 无言于落空 随便正在光丽的 爱串人 不错不错 小黄人赶你唱了 喜欢他唱的就够夭夭夭 爱你孤身做幻想 爱你不归的模样 爱你对此个绝望 不肯负一场 爱你破烂的衣裳 却敢赌命运的墙 爱你和我那么像 这口罗一样 去吧 这口罗一样 你不归的望 这儿 你记得为什么 在那黑夜中的 无言于落空 谁就站在光丽的 才算一胸 下面有请光之国的 奥特战士 泽塔奥特曼 泽塔你可要好好唱了 别给光之国丢脸了 喜欢泽塔唱的 就给他送个小爱心 他们说 了解了你的光 就像擦掉楼狗 他们说 要顺带结而伤 而代价是低头 可就让我 如何成风 你一样骄傲着 拿着鼓勇 谁说 谁说最平凡的 不算英雄 爱你 爱你哭声的 爱你不归的模样 爱你对着过 绝望 不堪苦一场 爱你脱烂的 衣裳 却干付命运的墙 爱你和我 那么像 雀头都一样 金马 黑马 黑马 这那绿的 避风 战马 战马 你最卑微的梦 直到黑夜中 小伙伴们 你觉得谁才是第一名呢